好 下面我们开始第八章的课程学习 那么第八章呢 是其他税务四项代理服务 那么这一章呢 从分值来说呢 列为普通章节 因为可以归属于本章呢 大概也就是一个单选一个多选 分值预计三分到四分 命题翻试呢 主要是客观题 那么这一章呢 其实告诉你呢 就是什么业务呢 我们可以去替纳粹人去办 然后里面很多的一些政策啊 其实跟第二章的税务证管 第三章的一些政策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一章的时候 在学习相关服务的时候 我们一般来说 会给大家复习一下 跟它关联的第二章 和关联的第三章的支付点啊 好 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 发票相关代理服务 那么这个来说 跟我们第二章的发票管理 是有密切关系的啊 那么这个呢 指的是我们依法接受委托 啊 根据相关规定 那么主要是替委托人 向税务局官申请办理 发票的领用 就领发票 发票的开具 也就是对外开发票 发票的练就啊 其实这是个老程序啊 就是我们买新发票的时候 能够已经开过的票了 我要简念一下 对吧 发票的缴销 还有其他跟发票有关系的 各种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里面 重点关注呢 第一个呢 是发票的领用 就是领发票 第二个发票的念旧 啊 念旧呢 主要是税务局跟你念啊 但这个程序呢 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取消了啊 还有发票的缴销 对吧 哎 还有其他啊 其他里面比较残见的 比如说假设发票丢失了 对吧 这个呢 要求税务局报备啊 当然最好不要丢失啊 因为丢失以后 根据发票管理相关办法呢 我们是要处罚的啊 所以这点请大家要严谨一些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支付点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支付点呢 就是我们去代开征税发票 需要提供的资料 因为这个义务呢 也是比较残见的业务啊 当然这个代开征税发票呢 主要是向主管税务局申请代开 所以首先呢 我们需要提交一个 叫做代开征税发票 缴纳税款三报单 因为我们开发票的时候 按照相关规则 就需要交流转税 以及相应的一些所得税啊 好 然后如果是自然能申请代开呢 比如说程老师去外地讲课 以自然的身份申请代开呢 我需要提供我的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所以当地老师很客气 程老师啊 我们要去说有句开个发票 对吧 你那个把身份证给我一下 我就穿口给你开 对吧 所以给他身份证就行了 对吧 好 其他那种的申请代开呢 这主要是一些企业啊 一些组织对吧 那么这时呢 你要提交 加载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之账 啊 那如果说你没有五证和一呢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税务登记啊 然后最早最早之前呢 有个叫做组织机构代码啊 其实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了啊 好 然后金半人的身份证原件封印件啊 好 这是我们呃 交的证件 好 第三个 如果你是销售取得的不动产 就是那个买进来 然后再去销售 对吧 还有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 那么这两笔业务 带开征税发票的时候呢 除了上面一和二的资价以外 你还需要提交付款发啊 或者说接收啊 劳务服务发啊 对所够的啊 物品的品名 也就是劳务啊 服务项目 单价金额啊 出具一个书面的确认证明 啊 这个说的很婉转 其实销售取得的不动产呢 应该签一个不动产的一个转捞合同 对吗 呃 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呢 有个出租的合同 啊 其实我们这个书面确认证明呢 其实就是你把这个合同 要带过来 我们要看一下 对吗 避免呢 你开的这个票呢 跟你的合同对不上啊 对吗 看这个东西 好 来到多选题 说发票相关代理服务啊 需要重点关注内容 主要包括什么 啊 根据前面的提案 对吗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领用 念旧 缴箱啊 以及其他啊 其他主要是什么 丢出发票之类的 对吗 好 纳税人票赞税表 适者一致性审核 那么这个呢 不是代理 这是审核 对吗 这个呢 其实主要是我们前面啊 比如说纳税申报代理啊 还有一些什么见证代理啊 这个我们会去查 对吗 票指的是发票 赞指的是账务 税指的是税款 表指的是申报表 啊 这个也是分别 对应到我们前面的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然后这四张正好是重点啊 但这个业务呢 它其实并不是发票 相关代理服务 它是另外一种 就是合规啊 这种合理啊 这种审核 对吗 所以这个呢 不符提高要求啊 所以这道题 这有答案是ABCD啊 发票相关重点 关注内容呢 是发票的领用 发票的练就 发票的缴销 还有其他啊 好 接下来呢 是涉税信息报告 实际上代理服务 这个呢 跟第二张的啊 各种报道税务局的信息呢 跟这个有关系啊 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我受你的委托 在前线范围之内 以委托了的名义 代为办理 第一个 基础信息报告 啊 基础信息 其实是我纳税的那些啊 最基本的啊 哎 好 第二个呢 制度信息报告啊 比如说我的跨级合算 制度等等 等等 对吧 好 跨区域涉税事项 啊 就我们到啊 省外啊 进行先例的经营 对吧 好 资格信息报告啊 就我们获得的各种资格 对吧 还有一些特殊事项啊 这种报告业务啊 那么这个呢 是大类啊 这几个大类 其实里面还有具体小类啊 首先第一个 就是基础信息报告 代理业务 这个呢 一般有九项啊 那么这个呢 其实很多呢 是跟你那个税务登记啊 或者说五证合一啊 啊 税务基础信息啊 跟这个有关系啊 那么第一个呢 是代理一兆一马付 啊 就把那个五证合一的 一兆一马付的 登记信息确论 那么这个来说 指的是那个啊 我们对于那个 已经实行了多证合一啊 一兆一马的委托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大多数信息啊 你通过公商登记啊 我们税务局 其实已经有了 同步 但是呢 我们那里有个要求 就是你们首次办理 涉税事宜的时候 啊 这个一般来说 叫什么 叫做新赋报告啊 在我们实战里面 就是新成立的纳税妇 我们有个报道 去哪里报道 去你的主管 税务所报道 对吧 那么在新赋报道的时候呢 啊 你就首次办理业务的时候呢 那么对于我们税务局 按照市场捐管部门 他共享出来的信息呢 啊 他会制作一个叫做 多证合一 登记信息确论表 啊 然后你要看一下 对吧 这个表里面啊 这个有没有错呀 啊 是否有不准确呀 啊 是否不全啊 对吧 那对于不全的呢 你要补充 对吧 呃 然后对于不准确的呢 你要更正啊 这个会友啊 比如说错别字啊 对吗 呃 号码啊 对吧 这个这个可能有的有错误啊 所以你要去对一下 对吧 哎 这叫做一照一马付 登记信息确论 好 第二个呢 是个底官复 那么个底官复呢 现在执行的是两政整合 就是工商制造 跟税务登记 两政组 呃 这个 整合 对吧 那么他也是一样的啊 对这种啊 两政整合的个底官复 你在首次办理涉税事宜的时候 啊 这也就是前面说说 心腹报道的时候 那么我们税务局呢 根据外部信息 交换出来的这个数据啊 这个登记表的数据和其他信息呢 哎 你做个确论啊 这个就相对简单一点 因为你是个底付 对吧 其实我们真正复杂的是前面那个 一照一马的那个啊 相对复杂 信息也多一些啊 好 第三个呢 是一照一马付的信息变更 对吧 啊这样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我们在乐产经营过程里面 我们有些东西啊 发生了变化 对吧 对于委托人啊 一照一马付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信息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呢 我们是向市场监管部门去办理相应的变更啊 变化完以后呢 它自动会同步到我们税务局 对吧 但是里面的生产经营地 残务负责能 这些信息 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 呃 不登记 对吧 就不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 所以这些信息发生变化以后呢 你就直接找我们税务局 对吧 你就这些东西就不要去找市场监管局了 找我们税务局 你要找税务 市场监管局的呢 一般这个信息 它会同步到我们税务局 对吧 所以这两个就找我们税务局 啊 然后这件事情你来代办一下 好 第四个呢 就是两政整合各地官付的信息变更 啊 这个其实跟第三个一样啊 但这个指的是各地官付 对吧 哎 然后呢 如果向市场监管局商报的信息 啊 或者经过申请以后 啊 向税务局官发起变更的信息 啊 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啊 变更的东西归市场监管局管 你就跑到市场监管局去去了 它变完以后 税务局这边会同步进行更新 对吧 如果这个事情 市场监管局不管 那你就找到我们税务局 对吧 因为这个事情市场监管局不管 这个事 对吧 你要找税务局 啊 好 第五个呢 是纳税人扣掉义务人 啊 他的身份信息报告 啊 那么这个来说 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哎 针对那些 不适用 对啊 不适用 一照一马 两政整合的美同能 在满足特定情形时 办理纳税人扣掉义务人 身份信息报告 啊 这个来说 比较残见的呢 比如说我们那个 呃 个人手术的一些东西 对吧 你做一些信息 去论 A表 B表 对吧 第六个 代理自然人自主报告 身份信息业务 这个是我们接受委托 对富有纳税义务的 中国公民 外籍人员 港澳台人员 啊 这些委托人 他要向税务局官报告 身份信息 就是他自己主动要去报告 啊 那就叫自主报告 其实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呢 是下面这个啊 就是由扣角义务人 报告你的自然人身份 啊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比如说下面的扣角义务人 比如说领工资的时候 对吧 你领工资的时候 人家不是要给你代扣代奖吗 那么这属于呢 要报告你的姓名 身份证号 对吧 以及个人信息啊 那么我们在首次向自然人支付啊 相关的所得 比如说工资 劳务 对吧 哎 那么这时候应该在次月扣角申报 就次月15号 要向税务局报告 自然人纳税人提供的身份信息啊 然后这里呢 它分为A表B表 对吧 哎 然后呢 哎 A表呢 呃 就是我们那个正常的扣角啊 B表呢 就是你自己去申报 对吧 哎 那么下面这个呢 呃 你可以这么通俗理解 比如说 取得金银所得的 对吧 哎 还有呢 从金外取得所得的 对吧 哎 那么这些呢 他就自己要去申报啊 然后我们普通的呢 领工资呢 领劳务呢 那人家会扣角 扣角人家就会跟我申报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好 第八个 代理解除相关人员关联关系的这种业务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啊 被人家冒用了 然后冒用以后呢 被登记为法轮代表了 财务负责人了 或者其他伴随人员了 那么大家这个也知道啊 我们在第二章讲过啊 假设这个企业出问题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会自动关联 对吧 关联这个法轮代表 财务负责人 其他的也经营的企业 所以这样呢 对于啊 别的企业就有影响 但是这个情况下呢 是你的身份证被冒用了 对吧 所以冒用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向税务局申请 解除这个观念 啊 这个呢 主要是你的身份信息泄露了 对吧 哎 好 第九个呢 是税务登记证的补发和征发 啊 补发呢 主要是那个丢了 对吧 毁损了 啊 征发呢 主要是我们那个 呃 办业务 大家都要带到证件出去 对吧 你多发两个证吧 对吧 所以遗失了 损毁了 我办业务 要多几个证 那么这就是了补发或者征发 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去代办啊 当然 这些业务 那时候能自己办 也是可以的 对吧 啊 但是他呢 花点费用 那我们就跟他办了 那就更快 对吧 因为我们对这个流程很熟 是这个意思啊 好 接下来是第二大令 叫做制度信息报告代理服务 这个呢 主要是有三项啊 第一个呢 是那个银行存款账号 对吧 这个我们在第二章讲过 啊 从事生产精英的这种纳税人 他开立或者变更存款账号 那么按照法律行动法国规定 需要把全部账号报告给税务局 啊 这个呢是在开立以后15天之内 对吧 第二个呢 叫做代理常务科技制度 软件备案 啊 因为为什么你常务制度 软件备案要去 软件你要去备案啊 因为常务制度 直接决定了 比如你的存货机粮啊 对吧 呃 还有你的折旧啊 贪消啊 那么这些东西都会直接 或者间接影响到其所 对吧 合适软件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你是正规软件 对吧 这个软件应该给你做各种提示 对吧 比如你购买的用勇啊 金碟啊 这些软件都很好 但其实现在有些这个小 小的这种软件 对吧 是那免费的软件 那么这些软件呢 都要做一下备案 对吧 你要把你的常务会计制度 啊 常务会计处理方法 啊 你的会计科商软件 要到税务局做个备案 对吧 哎 这个走个流程就行 我们税务局其实也不会说什么 反正你备下案 对吧 我用的是什么制度 然后里面那些政策是什么 对吧 你备下案 然后以后检查的时候 就按照你备案的这个 口径去执行就行了 啊 这个呢 也是要求在15天之内 啊 我们注意一下实现性的规定啊 因为很多单选题呢 会考实现性的规定 好 第三个呢 是代理啊 赢税三番委托 画脚协议的业务 这个业务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业务呢 实在啊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电子缴税系统 那么这时候我们税务局 开付函 还有我们的这个纳税人 对吧 哎 这时候我们会签个叫做三番协议 或者委托画展税款协议啊 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百分之八九十的纳税人 都是签这个协议 签完这个协议有什么好处呢 通过电子税务局 你首先进行纳税申报 那么纳税申报啊 点击下一步呢 他就提示你增进纳税人 你要交多少税 对吧 是现在交税 还是以后交税 对吧 如果你点击现在交税呢 他自动的就会跳到相关页面 然后你点击圈的 通过哪个银行去交税 一般是通过基本货去交税 对吧 然后点击 对吧 那自动就把税交了 不像以前 带着单子 对吧 去银行窜口去交 就是太慢了 对吧 我们现在点几下 这个税就交掉了 对吧 但是这个呢 要签个 叫做银税双方 委托跨脚协议 要签这个协议 签了协议 就可以很轻松 通过网络直接交税 你要不签这个协议呢 你就继续带着资料 去银行窜口去交税 对吧 也是这个意思啊 好 接下来是 跨区域涉税事项 信息报告 这个呢 也是有三项业务啊 第一个呢 是你还没有走出去之前 就是你想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首先 要去填包一个 叫做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 啊 这个针对是跨省的啊 跨省临时从事经营活动 你要向机构所调地 啊 你的主管税务局填个叫做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 这个告诉你的机构所调地税务局 我要出去了啊 我要去天津做生意了啊 你要告诉你的主管税务局 啊 那么你告诉了主管税务局以后 那我们天津税务局管不管了 那当然管啊 接下来是第二件事情啊 对吧 叫做跨区域涉税事项的爆裂 也就是你在首次在基因地啊 办理涉税事宜的时候 你需要向基因地的税务局啊 你做个爆裂 对吧 我不说了吗 你机构所调地在北京市海淀区 那么你的第一步是在海淀区 先报一下 告诉海淀区税务局 我要去天津了啊 然后基因地假设是天津市和平区 对吧 那你真正去了天津市和平区以后 第一次去的时候 要跟和平区税务局说一下 我来了哈 对吧 从现在开始 我接受你的监管 对吧 所以出去要跟机构所调地打招呼 到了以后 要到基因地所调地打个招呼 对吧 告诉海淀区 我要出去了 告诉和平区我来了 对吧 那老师我要走了呢 你要走了就第三个呀 就是跨区域涉税事项的反馈呀 这次都是我的活动结束了 对吧 我要回海淀了 对吧 那么这时候你首先要结清 对啊 要结清 金银地税务局啊 你的应拉税款 及其他事项 就是要结清刚才那个和平区的啊 你金银地 我这里举例呢 就是天津和平区 对吧 你先把和平区的税结完 结完以后呢 在金银地税务局 就在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 你要填个金银地的涉税事项反馈表 然后告诉人家和平区 我要走了啊 对吧 来讲了和平区办完以后说 好 关于下次再来啊 对吗 就这么回事 对吧 好 接下来是资格信息报告代理业务啊 这个有八项 这个总是跟资格信息有关系的啊 第一个呢 是代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因为我们一般纳税人这个资格呢 它是登记制度 对吧 对于你 逆税销售额 超过了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 小顾问纳税人标准啊 这指的是年销售额500万 年销售额呢 指的是按月算呢 就连续13个月啊 按季度算呢 是连续最近的四个季度 对吧 你超过了500万 是不含税金额啊 或者说 虽然没有超过这个标准 但是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资料呢 你呢 都可以到我们税务局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所以这个呢 其实也是有个筹划方案的 对吧 就是我这个没有到500万 我要筹划一下 我到底是一般纳税人呢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那你要比一下你的经销税有多少 对吧 好 第二个呢 就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时候 啊 我要报些资料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这指的是那个非企业型单位 啊 但是他的年销售额超过了500万 但是呢 他又不经常发生纳税义务 对吧 所以这种单位和个底官付呢 啊 他可以选择继续按照小规模交税 但这个时候呢 他需要到我们税务局提一个书面的说明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按照政策就应该是一般纳税人了 但是你符合特殊政策 所以你还是按照小规模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要提一个书面说明 对吧 继续选择小规模 当然 你要选择一般纳税人也行 对吧 所以这里呢 又有选择空间 但凡有选择空间的 其实就是筹划的思路 他要没有选择空间呢 就没有筹划思路 啊 好 第三个 代理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 啊 这个业务呢 其实是在2020年12月31号已经结束了 啊 现在已经没有延续了 啊 他指的是呢 转登记率之前连续12个月 或者连续4个季度呢 也没有超过500万 那么像这种一般纳税人呢 他可以让你转回到小规模 啊 因为小规模出带了一系列政策 包括减税免税政策 对吧 哎 所以他允许你转回来啊 但这个政策在2020年12月31号已经结束了啊 所以其实在目前在实战里面这个业务已经停止了啊 好 第四个呢 是货物运输业小规模那所异地带开征税专门发票的业务 啊 这个呢 其实在我们前面 讲发票的时候讲过 对吧 啊 对于那种小规模的这个货物运输企业 对吧 哎 他的这个呃运营资质啊 就是那个交通运输部门的运营资质 对吧 呃 传播信息啊 需要到税务局做个备案 备案以后呢 呃 他提供了公路或者内核运输 呃 需要开专票呢 可以选择税务登记地 户务请预地 户务到达地 还有运输业务承担地 包括互联网物流平台 呃 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就近申请 带开专票啊 这其实是我们税务局制定一个春风便民活动 对吧 就是以前我们只会限定在一到两个地方跟你开票 现在这几个地方你自己选啊 好 第五个代理征税使用加季低减政策声明 这个呢 是每年啊 每年年度首次确认啊 我们使用加季低减政策的时候呢 我们要向税务局低加一个 叫做适用加季低减政策声明 那么这个版本呢 是我们最新版 也就根据啊 我们这个产税啊 2023一号文件啊 就我们那个最新的那个5%啊 10%的那个啊 根据这个文件我们看了一个模板 这个呢 主要是给大家增载一下这个实战经验啊 这个应该原则的考试应该不重要求啊 大家看一下就行啊 好 第六个 就是农产品经验税扣除标准 有个备案啊 这个呢 主要是指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那个 在第四章快捷克算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个农产品经验税 核定扣除试点吗 那么纳入到试点范围的这个委托人 他在构定农产品销售的时候啊 还有构定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 且不构成货物尸体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他在申报缴了税款的时候呢 要向税务机关做个备案啊 然后这个事情呢 可以由我们税务师去做啊 好 第七个呢 是那个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啊 他的所得税优惠四项啊 因为我们针对这个软件企业啊 集成电路企业啊 我们给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对吧 包括你的生产企业啊 集成电路的设计企业 对吧 还有软件企业啊 这个大家可以具体看一下企业损税 第三章 企业损税 对吧 我们有很多的优惠政策 那么他们在完成年度汇算清奖以后 然后在汇算清奖结束之前 我们汇算清奖是5月31号结束 对吧 我们有个叫做企业所税优惠四项管理目录 然后里面有个后续管理要求 根据这个要求 列出清单 向税务局提交相应的资料 因为集成电路啊 生产啊 设计啊 软件啊 他们现在是享受国家最优惠的 所得税优惠政策 对吧 所以对他们有管理的要求 好 第八个业务呢 是软件产品 征税 集成集退 进下税 分摊方式的资料报送和信息报告 这个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这样啊 你们销售软件的时候呢 同时又卖了别的货物 或者应随老物 那么软件 大家也知道 实际税付超过3% 集成集退 对吧 普通货物呢 是不会集成集退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进下税 是大家一起共用的 对吧 所以共用的时候呢 你的进下税怎么分摊呢 你要到税务局做个备案 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相关政策啊 一般的水人 在销售软件产品同时 销售其他货物或者劳务 对于无法划分的建税 就共用的建税 可以按照实际成本 或者销售收入比例 就这两种方法 你选一个啊 按照实际成本比例 按照销售收入比例 来确定软件产品 要分摊的建税 对于专门用于软件产品 开发的设备工具建税 不要进行分摊 因为它是专门用于软件的 对吧 我们其实主要针对 是那个无法划分的 对吧 那么选定方法呢 这种分摊方式呢 需要到税务局备案 啊 备案以后呢 一年内不能变更 好 接下来是特殊数项报告 这个呢 有19项 那么这里的业务呢 很多跟第二张有关系啊 所以我们学到这里的时候呢 啊 首先你知道有什么业务 它归属于是什么样的这个类型 第二个呢 你要知道这个业务跟第二张 第三张的定义关系 那么第一个呢 是那个 呃 欠税人处置不动产 大额资产 需要向税务局报告 具体来说呢 欠缴税款 5万元以上的 那么他在处置不动产 大额资产的时候 啊 在转捞的时候 出租的时候 出售的时候 提供担保的时候 他需要向税务局报告 为什么 因为我怕一个事情 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呃 税款征收问题 对吧 第二个呢 是代理纳税人的合并分立 啊 情况报告 这个也在第二张有说明 对吧 呃 你在合并分立之前呢 你要向我们税务局报告 要结清税款 如果你没有结清呢 要没有结清 对吧 由合并以后的企业 承担相应的整论 啊 分立以后的企业 承担年代整论 对吧 呃 所以这个要做个报告 结清税款 好 第三个呢 是代理提业登记 提业登记呢 主要是用的是 定期定额的各地官付 以及 笔造 啊 定额付管理的各能公司企业 那么他们有个特殊规则 啊 他们允许停业 啊 这个公司制器也不允许啊 就他们这两种各地官付 以及参照啊 管理的各能公司企业 他们可以申请停业 那么停业之前呢 哎 你要向我们税务局啊 做个停业报告 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提上去 所以我就办这个事 还有 停业期完以后呢 你不能及时恢复生产了 那么这时候在停业期完之前呢 哎 你也要到我们税务局 做个延长报告 啊 所以这个呢 是正常报告 还有就是延长报告 这两个事情都可以替他做 当然如果纳税人自己办呢 也行 对吧 然后他花点费用呢 那我们去办呢 也可以 好 接下来是 副业登记报告 你前面有停业 你现在想恢复了 对吧 那么这时候 已经办到停业纳税人 在恢复生产之前 啊 你要向我们税务局做个报告 对吧 比如说 现在是2023年 啊 6月28号 然后呢 我准备2023年 7月1号 恢复 那个 那么这时候 我就在这个之前 要向税务局报告一下 对吧 哎 我要恢复经营了 因为恢复经营以后 就把税务登记证啊 发票啊 税务机要领出来 对吧 哎 你在停业期间呢 这些东西要缴回去 啊 是这样的啊 所以他中间是有些监管要求的啊 好 第五个呢 是个人所税 定业纳税报告 呃 这个呢 主要有什么呢 这个呢 其实主要是在第三章啊 所以这个都是跟二和三有关系的啊 第一个 非善公司 属于本公司 员工的股权激励 那么这个呢 可以定延到 实际转乱再交税 对吧 好 善事公司股权激励啊 这个一般来说是 等到他实际侵权的时候交税 对吧 啊 技术成果 投资录股啊 等到这个股权转乱时候再交税 对吧 以及建立了年金计划啊 以及年金方案 委托人 呃 受托人 托管人 发生变化 对吧 哎 那么这些呢 都应该在股权激励获得的时候 取得技术成果 并且支付股权的时候 年金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 在四月十五号 你们呢 要向我们税务局啊 做个啊 这种相应的备案啊 然后这个事情我可以替你去做 对吧 因为这个事情要求相对高一些 对吧 好 第六个呢 是科技成果转化 暂时不征收各种所税备案的业务 啊 这主要是啊 你在科研机构 高等学校 转化植物科技成果 以股份或者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 给予个人奖励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取得股份出资比例啊 在取得的时候是暂时不交个人所税的 那么这个呢 需要在啊 授予的时候或者获奖的时候 四月十五号 你需要向税务局做个备案 对吧 我们税务局知道了 哦 这个事情符合政策 你可以暂时不交税 对于他只是暂时不交税啊 等到以后这个变成钱了 还是要交税 对吧 好 第七个呢 是个人所税分期缴纳业务 呃 这个业务呢 跟第三章的个税有关系 对吧 比如说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可以按照不超过五个公立年度 分期缴纳 呃 那么这个时候 你应该在取得这个被图企业的股权的时候 发生转增股本的时候 发生股权奖励的时候 啊 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在四月十五号 你需要向我们税务局做个备案 啊 好 接下来是个人所税抵扣情况报告 啊 这个主要是天使投资个人啊 这是个个税政策 他转了为上市的初创科技企业 啊 他的股权 可以享受投资抵扣税收优惠 啊 然后 合伙 创投企业呢 个人合伙人 可以享受投资抵扣啊 税收政策 啊 他都要求满两年投资额70%抵税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也要向税务局报送一个情况报告 好 第九个呢 是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 单一投资基金 核算方法的一个报告 啊 因为他 他是有选择权的 啊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创业投资企业 管理占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占行办法 啊 按照这个有关规定 完成备案 且规范化运作的 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 或者基金委托人 对其 个人合伙人 来源于 润投企业的所得 在计算个人手税 应纳税 税额的时候 他的核算方法 是怎么选的 对吧 因为他可以单一来计算 也可以呢 按照基金所来计算 对吧 你呢 做个备案 啊 好 第十个 企业所税 汇总纳税 信息报告 啊 这个主要是总分机构 对吧 我们经过了审批 啊 将总机构 所有啊 这个分支机构 及下属分支机构 就散述下属分支机构 啊 信息 要报送到各自所在地 都管税务局 啊 比如说我在 北京市海淀区 潮原区 天津市 和平区 对吧 我都有 那么要各自 报给他 对吧 啊 还有 居民企业汇总纳税的 各个机构 场所 啊 在首次办理汇总 缴纳企业所税 申报的时候 啊 要向所在地 税务局官 报送全部的机构 场所信息 啊 这个一般是什么 代表处置类的 对吧 比如说ACC 北京代表处 上海代表处 广州代表处 对吧 他可以汇总啊 选择一个主要机构 对吧 好 接下来 核定征收企业所税 重大变化报告 啊 这什么意思呢 就针对那个核定征收的 啊 那么这种核定征收企业所税的 居民企业 它的生产经营范围啊 种业务啊 发生了正大变化 啊 或者说 一纳税熟度额 啊 或者一纳税额 增加减少达到20%啊 那么这时候 都需要及时项目税额 报告 然后申报 调整 以确定的应捺税额 或者说应税所得令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核定 这个征收企业所税 它是会跟着你 水涨船高的 它不是一层不变的 对吧 你变了 我也变 是这个意思啊 好 第三个 叫做综合税源信息报告 呃 这个呢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反产开发企业啊 反产开发企业 在取得土地使用权 并且获得反产开发项目 开工序格证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报送一个 土地征税项目报告表 啊 因为 土地征税最主要的 这个纳税人 就是反产开发企业 对吧 你先把土真的 这个报告表 报出来 然后 在每次转纳 预送 房地产时 要依次填报 表中相关的 栏次内容 以及 在首次申报 承证土地使用税 反产税的时候 要报告 承证土地使用税 血缘明细产及 和反产税 血缘明细产及 啊 因为这个里面 它有出租政策 对吧 比如说这个反产税 我反产开发公司呢 这个 制建的反产 在出租之前 是不交反产税的 对吧 但是如果自用了 出租了 这是要交反产税的 啊 好 接下来 叫做 真面反 反原信息报告 那么这个呢 也是针对的 反产开发企业 啊 所以我们其实在实战里面啊 这个反产开发企业 和建筑企业 涉税问题一般比较多一些啊 那么这时候 它取得预售许可证三十天啊 因为我们这个反产开发企业 一边建房子 一边可以卖啊 它叫预送 对吧 取得预售许可证三十天之内 要对真量 真量反的反员 作为一个报告 那么在呢 我们税务局会提前知道啊 你那个 将会卖多少套反子 对吧 好 然后申报预售许可证 所连反员的信息啊 好 接下来第十四个业务呢 是建筑业项目报告 它指的是提供建筑服务的 这个纳税人 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虚格证三天之内 要向建筑项目所在地 税务局办理相应的报告 为什么 因为建筑服务需要在单地啊 就跨地基市啊 建筑服务需要在单地预缴 对吧 以及包括我们建筑项目呢 其实对于这个所得税 也是有增管要求的啊 包括相应的企业所税 还有个人所税都有要求 所以这块呢 我们就需要在单地啊 建筑项目所在地 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报告业务 好 第十五个呢 是注销建筑业项目报告 啊 这个则是这个项目做完了 对吧 完工了 那么完工之内起三天之内呢 你要向建筑服务发生地 税务局呢 做一个报告 啊 前面是进去的时候 对吧 你得告诉人家我来了 现在呢 是你要离开了 你告诉人家我要走了 对吧 所以离开来和走 你都要向税务局报告一下 啊 好 第十六个业务呢 就是说不动产项目报告 这个主要是指的是我销售不动产的词 对吧 啊 然后我取得 啊 这个建设 工程规划 许可证 三天之内 在不动产所在地 中央税务局 啊 要办一个 叫做不动产项目报告 啊 这个其实更多的呢 是监管你的不动产销售 啊 还有你的建设 对吧 好 接下来是注销不动产项目报告 这个呢 是我这个不动产全部卖完了 对吧 那么卖完了以后 销售完毕三天之内 也是向不动产所在地呢 报告一下 对吧 啊 前面是告诉你 我来了 现在是告诉你 我要走了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 它是有对应关系的 对吧 来了和走了 都要打声招呼 怎么打招呼呢 啊 要向我们税局 做一个报告 对吧 做报告就是打招呼 对吧 好 接下来叫做 反产税收一体化信息报告 啊 这个业务呢 在前面倒是没有事情的啊 第二站没有事情的啊 这是一个特殊的啊 就是对于我们反产税收 一体化管理过程里面啊 我们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 反产开发啊 交易保有等环节 我们要向税务局报告 我们的土地呢 出乱转乱 啊 税源申报明信啊 真量繁相授啊 宠量繁相授啊 这一星期 都要集中报给税务局 所以客观说 反产公司啊 一直以来是各个地方啊 这个重点税源啊 一个是反产公司 一个是烟酒公司 对吧 这些税源都很多的啊 所以我们会让他们报告的东西很多啊 好 接下来叫做税收统计调查数据采集 啊 就我们税务局也要统计很多数据啊 那么这个呢 要向税务局提供税收财务经营的第一手资料 啊 具体包括啊 嗯 税收资料调查企业数据采集 企业集团数据采集 重点税源企业数据采集 消费税 涉税信息采集 啊 当然如果中间没有啊 比如说老师我没有消费税 那就不用采集 对吧 或者说我不是重点税源部 那也不用采集 但如果属于了 你就要采集相关信息 对吧 因为这些信息对于我们国家啊 第一个 评价现在的这个税收和税负啊 有帮助 第二个对于未来 我们怎么定税收政策 怎么控制税负也有帮助啊 好 我们来到题 说下列属于特殊事项报告 代理业务的有 那么特殊事项代理报告 主要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一共是有啊 以下业务啊 就是你全面看的 对吧 代理 欠税能出自不动产 或者大额资产报告 合并分立的报告 停业登记的报告 副业登记的报告 个人所税定言报告 科技整化成果 占不征收个税报告 个人所税分期缴纳 对吧 个人所税底库情况 合伙制串投企业 单一基金合算方法 企业所税汇总纳税 核定征收企业数税 重大变化 中国税源信息 增量繁 繁源信息 建筑业信息 注销建筑业项目 不动产项目 注销不动产项目 对吧 繁产税收一体 换信息报告 以及税收统计调查数据 所以我说了 这道题不难 但是呢 这道题好多同学就干瞪眼 为什么 需要记忆 你这样啊 对你们 这个其实我也是 从你们这个阶段走过来的 所有需要记忆的东西 请大家按照讲义提示 先在这个 教材里面 用波兰线的方式 或者画圈圈的模式 你通过这样的方式 你先把它圈起来 好吧 或者用这个什么 你那个什么 绿色的笔啊 蓝色的笔啊 对吧 先把它圈起来 就表示有这么多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们大概在11月初 我们做一下强化记忆 对吧 所以这里呢 对吧 我们看到 代理中和税源报告 这个有 停业登记 有 合并分立 有 地研纳税 有 对吧 然后至于说 这个代办同期资料 这个呢 后面会讲到 这个其实跟这个国际 税收有关系 所以这个同期报告 这个东西 它是不能选的 除此以外 其他可以选 对吧 但我说过了 这道题呢 的确有点为难大家 要么赞吧 对吧 这种题 你实在是记不住 你选最有把握的两个选项 他明白了吗 因为我们呢 这个 续务师啊 允许少选 对吧 但他不允许错选 所以就选两个最有 印象的 对吧 以你的第一印象为止 选好了就不要改了 也不要犹豫了 也不要这个 很纠结 对吧 不用 就选两个 对吧 你选两个 我又能得一分啊 对吧 这种题没办法 这种题真的 你背到了就背到了 没背到就没背到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只能按照 首先熟悉 熟悉的情况下 以第一印象 选两个 对吧 然后多 我就不选了 对吧 得到一分是一分 对吧 这没办法的办法 只能这么来做了 对吧 OK